大家好 我是添神 上次出了影片跟大家介绍了 Layvon退赛事件的整个过程 以及如何一步一步令他的前度走向深渊 一直以来Layvon都没有正面回应过整件事 只是轻轻出了两个故事就大过了 但在几个小时他出了一篇IG帖 解释整件事的来龙去密 他自己是怎样看和道歉 我也想跟大家跟进 看他的解释 把整件事整合一齐 看看大家又怎样看 开始之前记得订阅和赞好频道 欢迎大家加入会员 支持我继续出更多娱乐圈 或成综艳画的影片 可以追踪我的IG page 分享不同名人的分析资讯 也有你喜欢的艺人 所以记得帮忙追踪 先讲讲我自己对整件事的看法 我免得放到最后再说 因为不是每个人看到尾 我看了整篇IG文 我觉得这篇文是保护自己 多于真心想向Jesse家人 或者Jesse道歉 这篇IG解释文 都让我看不到他觉得自己有做错 在他和Jesse相处上 我也很怕大家看完就当没事 因为他毕竟都已经退财 再出了一篇 好像是一个正式道歉的IG解释文 我觉得人性很容易受到近期事物的影响 而忘记了整件事的真相和本质 整件事的真相和本质 就是这篇他对Jesse的态度 和他做过的事情 令到Jesse一步一步推向了绝望的心 令到他选择离开 而最近他做的事只不过是退赛 和出一篇文解释 说他自己很害怕 说他自己真的很想道歉 只不过不够胆 这些事是弥补不了Jesse一个人命 我们马上来看看他的IG post 究竟是怎样说的 事情发生到现在都没有和大家交代过 因为事发后透过共同朋友得知 对方家属不想事情被发大 更加不想对方被起底 他都同意 接下来我会用对方去称呼他 这里听到Jesse的家人他自己说 他说他不是不想发大 只不过他觉得算了 直到家人看到Jesse和Naven的对话 才发觉Naven做了这样的事情 对他的女儿 他们家人用的字眼是不可理喻 无法接受的事情 所以他们才会爆出 所以究竟家属是否真的不想事情被发大 这个位置可圈可点 还有他的共同朋友 究竟是他和Jesse的共同朋友 还是他家人的共同朋友 这个共同朋友是怎样知道的呢 他说他要用对方去称呼Jesse 其实都是想大家不要那么敏感 因为如果整篇文都说Jesse 大家一定会吵架 我认为感情问题是属于他们的私隐 所以一直没有向外界交代 选择沉默去面对新闻或者外界的评论 其实他的沉默 对于他这份艺念因自己是非常有利的 究竟那些媒体外界是怎样看他和他女朋友的关系 在这件事未爆出来之前 在星陈的女朋友 健全在上个星期三 在跪充到柳轻生失望 有说是因为Naven参加《造星5之后工作派》 令到他们两个感情受到影响 事后Naven就将IG头移转为黑色 刚刚事件一直保持沉默 Naven在星期三中开康 在IG看时动态 贴出食用的影片 配上2017年的本车内电影 跨越百年的新郎主题曲 摄取backlumber的赞扭信箱 谭歌记义 表达对女朋友失眠的评论 选择沉默去面对外界的新闻 但对他其实挺有好处 塑造到Naven是一个暖男 很想着女朋友 说他女朋友死了很惨的形象 第二段 5月17日凌晨 是他人生经历过最黑暗的日子 我觉得Jesse 家人人生经历过最黑暗的日子 又真 他当时很自责 老海忠不停出现无数个 如果怎么怎么可能就不会怎么怎么 不如你再说出来吧 如果你没那么坏 可能他就不会那么惨 期间一直很想和对方家人联系 很想亲口和他们道歉 但他真的很害怕 他当然不敢道歉 因为他自己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 如果他觉得是没什么 他完全不需要害怕 毕竟事发之前和对方家人 没有太多的联谊 他的害怕竟然是用了 因为和对方家人 没有太多的沟通联谊 乱语这个字都怪怪的 没有跟对方家人很熟 但其实他怕 是怕被他家人知道 他这样对Jesse 在他死前几天 问他借了钱 要在Jesse 离开之前 找他的时候 他是选择不理别人 他很具内疚 自责伤心 甚至失眠 心情很複雅 同时节目就开始播出 他从来都不想人家担心我 想尽快告诉身边的人 我没事 请放心 但别人不是关心你 别人是关心Jesse 因为这件事的真相 没有被人播出 因为你已经塑造到 你身边很多人 离开了很可怜的形象 但如果别人知道真相 他不会担心你 你也不应该 别人会担心你 结果他就由一个极端 跳到另一个极端 这些文笔有点怪怪的 这个应该是说 他一个极端是 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 总之另一个极端 最终的极端就是 在镜头前面 好像很开心 很chill的态度 令大家放心 其实我觉得 是因为他完全不在乎 在《全民造星》 一如既往表现自己 这件事实际上 其实我也不觉得他在乎 因为你看他 5月14日 5月9日 分别借了他两次一千元 5月17日 就跟别人说 我以为我已经分手了 你可不可以把照片放掉 你觉得他会有事吗 完全都不是 这句话 主要是想 帮他在镜头前面 还这么开心 就是搞了一堆这么大事 他还这么开心 在这参加《全民造星》 去做一个藉口 其实他真的玩得很开心 如果这件事没有爆出来 他已经在昨天上了台表演 可能已经是分分钟 立即簽约出道了 之后他说 他朋友都觉得他很反常 没见过这样的我 之后呢 自己看回都觉得很嘔心 行为十分轻浮 就算了 这个大家都明白了 看到你们和Jesse的对话 即是真实的对话 以及你的录音 都知道你不在乎 你是在乎的时候 你就是向他借钱 借完钱就拜拜 别人求你 别人录音 说想和你吃个饭 你都不想 你不当他是你女朋友 你普通朋友 别人借了钱帮过你 你都应该理下别人 就不是这样对人 只是当Jesse是一个工具 我觉得自己有很多做得不好的地方 包括事情发生后 没有立即跟对方的家属沟通 我屌 喂 又忍不住 他觉得自己做得不好的地方 他举例是举 他事后没有跟对方的家属沟通 我屌 不是说他之前对Jesse的态度吗 那就可以避免Jesse死 你很瘋 我觉得你骗到粉丝 你骗不到我们 我心水清 这篇IG解释文 是火上加油 看到的 和他的桑礼上 错过了跟对方家属 面对面沟通的机会 你错过了的原因 不是一个遗陷 是因为你很害怕 你上面说你很害怕 没试过这么害怕 因为我们现在知道 为什么你这么害怕 就是因为你做了这些事情 所以你逃避 当然不见他 但你不去 他的桑礼又不行 之后 一直未能捉 跟对方家属道歉 成为他现在最大的遗陷 道歉不是你的最大遗陷 你压招 道歉不是他的最大遗陷 你最大遗陷 你这样对人 你分手 你都可以分得好看些 你都可以保护别人的情绪感受 别人如果是爱三爱死的 你真的可以冷静一点 人命要紧 你不是说你想撇脱他 是第一项目的 他的命才是 之后 令到这件事发酵至今 他觉得没有道歉 令到他现在对方家人 就找他报仇 他就觉得搞成这样 那叫做发酵至今 现在就跟对方家属道歉 是你应该道歉的 一早应该要这样做 就算你没有对他不住 你和他在拍拖 你也是要对他家人负责任 而他私底下也开始尝试联络对方 现在又不怕了 这件事爆了出来又不怕了 他是不是还想继续出道呢 所以他现在要保获呢 希望未来可以有机会 和你们好好沟通 相信现在别人就不想和你沟通 之后呢 他就说了当时继续决定参加总决赛的原因 希望作为参赛者的身份 负上责任 做到有始有终 其实如果这件事没有爆 他会继续参赛的 那就不关这件事 这件事是因为爆了出来 你才没得玩 这些不是有始有终的决定 这件事如果没有爆出来 你当是没事发生的 所以这件事是不成立的 到时有始有终 因为你都不觉得自己有错 你觉得我继续参加是正常的 那你现在爆了出来 你才觉得有始有终 我继续玩 最终决定退出比赛 是15号的报道 就发现这件事的事情上面 还有很多事情未好好处理 很想向所有受影响的人 参赛者导师节目组 和合作的人 音乐人 一堆人道歉 就是没有Jessie 而有关7月15号的报道 他都很想和家属澄清借钱一事 家人借钱 摆明就不是主因 他自己就觉得是主因 人家人为什么这么生气 因为借钱这件事 弄到女儿跳扭 当然不是 是你的态度 只不过借钱这件事 是加深了我们对你的印象 因为很明显 一牵涉到这些事情 就看到你的为人是怎么样 再加上你借钱之后的态度 对Jessie的态度 如果你懂得虚寒闻乱 你做得好看些 表面功夫做足些 不要这么扎 借钱了 关心一下别人 我相信不至于去到现在 之后他借钱那里怎么拆呢 他都要拆的 我们就有稳定的工作 大家都 出量时间就不一样 因为他码头出量时间 应该就不是一个月一个月出的 第三者看到WhatsApp 可能会对借钱一事感到难以接受 不是借钱这件事 搞得我们难以接受 而是你有事忠无厌谋 无事夏盈春这件事 我们难以接受 你对他的态度难以接受 你分手之后 还继续借钱难以接受 明明你这里写着 当我发现 分手之后 继续与对方有金钱瓜葛 会令关系完结得不够干脆 你自己都说 但为什么你没有做到呢 他自己说了 即是你分手了 你还跟对方借钱 你就搞不定了 现在他就确实在5月9 5月14 做了这件事 5月17 就以为我跟你分手 他找他的原因 他以为分手 还跟他说的原因 是想别人迪想 这些就是仆街 所以在事发前 已经约对方见面 并以现金还清我 他就说 他死前几天 先问他借钱 人家立即借给你的 没有说未借的 立即借的 立即OK你的 唉 所以你说 用现金还清 这些很鬼属 这些东西 你都说了 无从考证 是不是有人教他这样做 我也不知道 但很牵强 已经到尾了 假如家属 再有关我们感情问题 或者在电话上面 看到一切有不理解的地方 很乐意 逐一交代 交代什么 因为其实 电话上面的对话截图 和录音 就代表了事实的真相 里面已经没有背后 因为你已经是 不会在背后私底下 去找Jessie 你是很不想见他 Jessie求你 跟他见一面 你都是不肯的 所以不要说私底下 还钱 现金还款 有不理解的地方 我们现在看到了 除非你真的 你真的经常跟他出街 如果你真的这样做 人家不会选择离开 你真的经常出街 就真的不知道 看电话 不知道你们发生了什么 但现在 相信 看着电话 就看到了发生了什么 最后 这样一直支持你的人 令你们担心对不起 最后都不是 跟Jessie说对不起 所以这篇文 是不是 真心想道歉 其实不是 他想 这样包装 是不是想继续玩下去 我自己希望 他可以 在娱乐圈消失 认真的 消失 我觉得 如果你真的 决定自己离开娱乐圈 不是不玩个决赛 你真的 不要再碰到这里 想着借地 继续做 你离开 其实也不会再有人追击你 那就算了 这件事就告一段落 虽然你怎么都弥补不到 Jessie的命已经没有了 但起码 这个 《全民造星》是个导火线 至少你可以平息 至少做回一件对的事 不要再出来 花姐跟她说她年纪很小 希望大家给她一些空间 还想我们体谅她 年纪很小 她不小 年纪都差不多 她说 至少这些事 这些事上 就算你说十多岁 都知道 什么对什么 应该怎么对人 今天到这里 大家 你会不会原谅她 看完这篇文解释之后 欢迎留言 我认为她还没找到我们想听的 就算被你说了 也不能彌补到结果 最后记得 追踪我的IG 支持我 也可以加入会员